马上就要考试了 听说你成绩特别好 你能辅导一下我功课吗 你想怎么辅导 你想怎么收费 你确定这题明天会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猴子去哪儿了 怎么拿东西 你给他发微信 是吧 我给你打电话 你咋不接啊 酸菜鱼都给你点好了 都凉了 是啊 现在小抄都这么打了吗 这别人一点都看不出来 真的 擦了吧 怎么你们俩还在这儿啊 一会儿晚自习就开始了 赶紧去吃饭 我知道 老师 别动 黄爷 黄爷 没事 要害我 干嘛 你没事 你给你带一下 我不想知道 空手了 走 走 不擦呀 这孩子傻子 看我看 得 公知家属吧 给你妈打电话赶紧的 把人接走 乱七佛管不了你 你看你看 盛侯 我跟你讲 他这个照片 在论坛上都转发疯了 他太可爱了吧 我跟你讲 他脸上那个字太可爱了 对啊 谁写的 你说他有没有女朋友啊 不是说严小晨吗 你好 我告诉你啊 你却没告诉我 这不太公平吧 看来普克是没有成效呀 公共财政学第一章 公平与效率 公平是产品在合乎人类 文理和道德标准的 情话下进行分配的 很显然 我们之间不存在任务 那按照你的逻辑 补课没效是不是得扣钱 而且你下午补课的时候 还睡觉 这个我该怎么算 要不我脸上的分你一半 欠我的 以后都得还的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这下过命 哦 这下过命 对了 不开心的时候吃颗糖 不用谢 不客气 不客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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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置这方面不还是你们女儿擅长吗 赶紧想办法 什么时候 今晚啊 今晚就要 这么着急啊 你数量又要得那么多 请帮我当哪儿去弄 不是 这样吧 你多加点费用 我多着急都能帮我 你太想了 那行吧 那只是这样吧 快点转钱给我 好了 拜拜 喂 小晨 别忘了今天的补习哦 我不在学校 那你在哪儿 别迟到了 晚一点吧 先生总的是79块钱 您需要袋子吗 要一个袋子 我先不跟你说了 拜拜 来 来了 猴子 猴子 来了 来了 坐坐坐 猴子躲下来了 爷爷啊 杨晨 我需要衩补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你不会是 又在和谁打什么赌吧 这次不是打赌 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 我发现 你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女 我也真的 喜欢上来 你也不想要 明晓晨 做女朋友吧 我这次 真的 真的 真的很认真 还有 喜欢 当然要在一起 杨晨 你说句话吧 你就愿不愿意吧 好 什么 我说好